為了讓弱勢民眾也可以受到良好的醫療照護 台東醫院6號上午特別舉行了愛心意脈認購活動 認購的商品就是由台東女中及台東大學的學生所提供的藝術創作品 而意脈所得將全部捐給台東醫院來作為弱勢民眾的就醫基金 愛心不落人後 衛福部台東醫院台東女中與台東大學攜手合作 舉行一心一意愛無限歲末感恩聯合意脈 展出作品為美術班與東大美產系的彩繪鞋及彩繪磁碟等創作 意脈所得將投入弱勢民眾的就醫基金 台東畢竟是一個比較窮的一個鄉鎮 那所以普遍上大家的經濟都是比較弱勢一點 那我們身為公立醫院呢 深入了這個照顧天鄉以及弱勢的族群這樣的一個燈物 所以我們醫院也有成立這樣的社福基金 目的呢就是在幫助這些比較經濟上有困難的一些病患 他們的醫療費用 假如說有一些低收入屋啊 或是經濟上有困難的 那我們會用這個社福基金啊 可以幫助他們 讓他們不要因為這個就醫沒有錢而沒辦法就醫這樣的情況 那我們也很希望說大家能夠來幫忙這個社福基金啊 四名代表林威智認購十雙單價一萬元的限量精品鞋 由台東重機協會轉贈給紅葉國小弱勢家庭學童 說的話 確實出自我口 看到這個鞋子像是銀牌的作品 確實出自學生的大作 歡迎大家開始熱烈搶購跟舉手這個競標哦 除了愛心認購之外 現場還有競標活動 在四名代表林威智的主持下 現場嘉賓紛紛投入競標行列 典禮在熱烈的競標活動之後 在重機車隊送愛到紅葉國小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記者許字印 台東四報導